去年年底以来 两位主席先后来访 中欧战略 经贸 绿色 数字领域 高层对话取得丰硕成果 中欧关系呈现巩固发展的良好试图 这符合双方利益和人民期待 中欧作为推动多极化的两大力量 支持全球化的两大市场 倡导多样性的两大文明 中欧关系关乎世界和平 稳定 繁荣 中欧有责任共同为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 为发展提供更多推动力 为全球制力提供更多引力 我们愿意设计更多推动力 我们愿意设计更多推动 我们现在的观点是一个危机的操作 的一亲爱的执行 这是一件兴趣的再次见 这里在中国的第二次这个年度 这些是关于的重点 让英国的关系专业的关系专业 中国是最重要的优势专业的关系 我们有巨大的关系 2.3 billion euros a day and important investment stakes in each other's economies and as major powers in the world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have global responsibilities